美国及其几个所谓的盟友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实际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不承认美国就是国际社会 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 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 不承认少数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 第二 中国同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几个美国盟友之间 各有各的问题和立场 是非取直十分清楚 试图拉帮接派搞小圈子向中国施压讹诈 甚至狐假虎威来吓唬中国是行不通的 澳大利亚同中国之间有直行 绕到美国舍近求远得不偿失 第三 至于胁迫 这个世界上究竟是谁动辄挥舞制裁大棒 搞长臂管辖 胁迫他国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 中国从不发动贸易战 不非法抓捕他国公民 不无端打压他国企业 胁迫外交这顶帽子 显然美国最适合戴 而绝不是中国 最后我还想说 无论是中美两国人民 还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包括美国一些盟友的 人民都希望中美两国和平共处 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有共同的朋友圈 我们希望美方展现 作为大国应有的自信和风度 不要再胁迫其他国家选边战队 不要再胁迫其他国家追随美国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